大家好,我是主演員的Jesse 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 綠茶婊常有的五種行為 因為最近我出了幾個渣男的影片啊 所以很多人就問說那渣女呢? 好啦,渣女當然是分了很多種 那一次呢,我也沒有辦法說完全部的 所以我今天就只打算討論一種 那就是綠茶婊 我覺得啦,綠茶婊是婊子的更高境界 更聰明,手段更高明 其實我後來想想啊 就是綠茶婊是真的真的很聰明的 因為如果男生跟女生都認為說那個女生很婊 那她就只是單純的很婊而已 她就是普通的婊子嘛 但綠茶婊她能做到的是什麼呢? 她能做到的是女生看得很生氣 可是男生完全不在意 我覺得這超強的,這個要真的很聰明 等到男生愛上那個綠茶以後啊 才發現自己把真心放在錯的人身上了 有些男生甚至為了綠茶跟當初的女朋友分手了 等她知道自己錯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來不及了 為了不要讓男生傻傻的被騙 我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綠茶婊倉佑的五種行為是什麼 第一個是不避嫌 我覺得綠茶婊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做避嫌 像是明明知道男生有女朋友的啊 明明知道男生的女朋友超介意她的存在 明明都知道喔 卻還是一直要傳那種曖昧簡訊給男生啊 叫男生帶她回家啊 因為男生單獨吃飯喝酒啊 問說欸我可不可以住在你家啊 這種 最後啊別人問起的時候 你還說喔沒有啦 我們只是朋友而已啦 我覺得啦 你想要找一個人搞曖昧可以 但你非要找一個有另一半的人嗎 我就不相信他不知道 男女之間的距離要怎麼拿捏喔 拿大家都只是朋友當藉口 是不是有點牽強啊 我覺得聽的都尷尬了 你今天怎麼就不找你那些女生朋友吃飯喝酒 那你今天怎麼不跟他們傳一些 喔寶貝好想你喔這種話 欸你那些要求你都沒有在女生身上要求過欸 那也就是說你知道那些要求聽起來是不合理的嗎 聽起來是有點曖昧氛圍的嘛 那你這樣子還對有另外一半的男生做 我覺得這樣是蠻不OK的 第二個行為是什麼呢 對男生女生都一樣親密 我知道這個聽起來很奇怪喔 但對男生女生都無差別的對待啊 才是預查表們真正高招的地方 你想一下喔 女生跟女生間同性別 所以彼此親密一點本來就比較正常嘛 要是只對男生有親密的行為 對女生沒有 那男生女生都會覺得說 欸這女的怎麼怪怪的啊 是不是婊子對不對 都是會有一點警惕的嘛 如果今天他對男生跟女生都一樣親密呢 這時候很多男生就會搞不清楚了喔 這邊所謂的親密動作啊是什麼呢 像是勾勾手臂啊 餵東西吃啊 或者是取那種很可愛的稱呼 這個啊 常會出現在女性好朋友之間 或者是情侶之間的動作 叫做親密的動作 好 為什麼綠茶表要對男生女生無差別的對待呢 因為啊 只要他被別人說話 他就可以說一句話了 喔我對大家都一樣啊 拿這個當藉口喔 暗示大家什麼呢 我是天真的 我是無辜的 我是沒有心機的啊 其實他想要做的是什麼呢 他是想要拿這個當藉口 我不想要保持距離 因為人家笨笨嘛 人家不懂 那反而會讓 就是說他很奇怪的那個人啊 顯得好像 欸你這個人思想是骯髒的啊 人家就是那麼天真 那麼無辜 什麼都不懂的啊 他又沒有那個意思 你才奇怪咧 反而會害指出來那個人被罵喔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高招的地方欸 這個是一般女生想學還學不起來的 又是我是婊子 我就會 只對男生好 不理女生了 通常大家以為婊子就這樣嘛 可是他們會想到說 喔不行 這樣太明顯了 我就是要讓大家以為我都一視同仁 這超強 而且會讓女生非常的生氣 然後男生會覺得 蛤 他有哪裡怪怪的嗎 他剛剛也餵你吃東西不是嗎 一般人是我跟女生之間比較好 因為他是我朋友嘛 他跟我同性別嘛 我們本來就容易變得親密 你跟男生本來就會禮貌性的保持距離 這才是正常人 第三個他們常做的行為是什麼呢 用貶低其他女生來凸顯自己的好 今天不論是他親耳聽到 還是間接聽到 只要被他知道啊 你跟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曖昧對象吵架了 喔 那他的機會就來了喔 他會以站在為你著想的觀點幫你說話 但事實上呢 他是藉由貶低對方來凸顯自己的好 這聽起來很模糊對不對 我再舉個例子好了 一般情侶吵架啦 都會說 哎呦 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吃醋正常的啊 這是愛你的表現啊 啊不愛你幹嘛吃醋 或者是你是靜靜的聽他抱怨嘛 這是正常朋友會做的行為 好 那這時候綠茶表會說什麼呢 他會說 蛤 你女朋友也太過分了吧 我就不會讓他對我的男朋友 要不然他就說 欸 我聽說你跟你女朋友吵架了 哎呦你不要難過啦 他真的是很任性欸 有你這麼好的男生 當男朋友他還不要 他這樣說除了 讓男生覺得說 對啊 那個女生真的很不懂事欸 我女朋友真的是超幼稚 超白目的 去加深這個印象以外呢 然後也會讓男生覺得說 欸有人站在他這邊嘛 除此之外 那個女生還暗示了什麼呢 那女生不懂你 但我懂你啊 然後漸漸聽久了喔 然後男生也會一直想說 好 我跟你這樣抱怨有正面回饋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這樣一來一往 就慢慢走心了 就是麻煩 這種事情 你找你的兄弟抱怨不行嗎 兄弟也站在你這邊 你就偏要找個女的來抱怨 第四個他們常做的行為是 各種裝傻 好我先聲明喔 我覺得裝傻啊 在愛情裡面是很有幫助的 像是啦 女生明明明就知道怎麼裝電燈泡 但還是假裝不會 然後想要請男朋友來幫忙 就撒嬌嘛 對不對 或者是 當男生想要炫耀一個知識 欸其實女生早就知道 他會裝說 喔我沒有聽過欸 然後他聽完男生講完以後 還會說 哇你好厲害 你怎麼知道那麼多 就有來滿足男生的自信心嗎 其實女生常常做這種 明明知道男生在做什麼 但是假裝不知道他在幹嘛的 這種小遊戲 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就是 離你近一點嘛 我覺得 你喜歡一個人 這個是無可厚非的 這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想要給他好印象吧 但是說真的 你們男生自己那時候也很高興啊 所以這個是 我認為合理的 但綠茶表的假裝是什麼呢 蛤 我不知道他女朋友會拿賞欸 或者是 欸 我不知道他喜歡我啊 或者是 什麼 他們吵架是因為我嗎 最奇怪的是 明明都已經 有人提醒過你了 然後那種女生 那種綠茶表 還是會繼續那些行為 就這樣子一直無限循環 到底有完沒了啊 反正就讓人家覺得很不舒服 在想說 這女的到底在搞什麼 欸他們怎麼可能不懂啊 只是不裝傻的話 他們難道承認說 喔對啊 我就是在勾引你男朋友 難道他能這樣講嗎 所以他只能裝傻 綠茶表們有把這件事 這些抱怨放在心上哦 人家說過一次 他就會主動遞嫌了啦 那種明知故犯 完全就是心機中 欸 你就是真的人生在世 你可以想的沒那麼多嗎 然後你只是想用不擇手段 去得到你想要的東西 我們就是攤開來說好了 說真的 這個就是不擇手段啊 我敢說 就是我做人坦坦蕩的 我說這些話 都沒有在隱瞞什麼的啦 所以那些綠茶表 想要表就表 我是沒有在在意的 因為我今天講的每一句話都是實話 你這樣子 不是故意 不是去破壞人家感情 那是什麼 有一個合理的藉口嗎 我只接受一個 就是有一種人他是 隔天睡醒以後會喪失記憶的 如果你是那樣的人 我就原諒你 但你不是啊 你只是婊子 好 第五種 最後一種行為是什麼呢 就是常常假裝是受害者 我覺得啦 在喜歡的人面前 想要裝柔弱是難免的 因為女生這樣做 其實是能激起男生的保護慾的 竟然讓你們之間的感情加溫的 但綠茶表 裝柔弱的方式 常常是當自己被女生們討厭的時候 把自己會說成受害者的情況 太故意在男生面前說什麼了 他就說 欸 女生們好像不喜歡我欸 所以我男生朋友都比較多 可能因為我傻大姐吧 所以 覺得跟女生相處很累 欸我是說真的傻大姐 不會知道自己是傻大姐 傻大姐是通常別人看了你以後 說欸 你真的是傻大姐吧 然後傻大姐本人還說 蛤 有這回事 我心思蠻整命的說 好 或者他會說 啊大家都說 他們是因為我分手了 可是我也沒有做什麼啊 我真的覺得很過分欸 又不是我逼那個男生喜歡我的 他好像會有一點不知道說 誰喜歡上了他 誰的女朋友討厭他 他把這些原因全部都歸咎在 因為他很天真 因為他很少根莖 因為他大辣辣的個性上面 也不會不知道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吧 他自己心知肚明的 明明知道原因是什麼 卻從來沒有改變自己的行為模式 那這女生不是智商有問題 就是故意利用自己被討厭這個點 拿去博得男生的同情 暗示對方說 我身邊沒有任何人了 我就只有你一個了 所以你不能離開我 這種感覺 很多男生發現以後就會覺得說 好可憐喔 還會覺得說 只有我保護得了這個女生 我女朋友也不要了 還站在他旁邊幫他說話 這五個都是綠茶表倡用的行為 如果你發現你自己喜歡的女生 五點全中 我真的勸你換一個人喜歡好不好 算我求你了 因為如果他會用這種手段來得到愛情 就表示他的人格是有問題的 不只在愛情上面 在愛情以外的事上 他也常常會不擇手段去奪取的 最重要的是 這種人啊 他會把人利用完以後 再把他拋開 他沒有在跟你念舊情 也沒有跟你說 我們過去有感情 我會捨不得 都沒有 沒有價值就滾 是這個觀念 你很可能會被他炸乾以後啊 還慘遭劈腿 最後他還可能兩手一攤跟你說 人家真的不是故意的嗎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到我的粉妝按讚 或者是來追蹤我的YouTube 我是以萱 掰掰